怎么继续啊 刚才已经有同学问我了 他说这个 咱们那个Spark在执行过程当中 他就生成一类Task吗 不是 他其实呢 跟我们这个MapDus一样 也会有这种MapTask和ReduteTask 只不过在Spark里面不叫MapTask和ReduteTask 那你想一想 一些复杂的业务逻辑 他是不是肯定一个Task搞不定啊 比如那个MapDus Map是不是用来读数据 然后切分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把单字跟一组合在一起 是吧 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Redute阶段 那么Map的Task和ReduteTask 你说它的业务逻辑一样吗 不一样 是不是 那咱们那个Spark其实也是 他也是有很多 也有两种类型的Task 一个叫做Map 就是SufferMapTask 还有一个叫做ResultTask 这个SufferMapTask相当于是 咱们MapDus的Mapper MapTask 那么RD里面有个叫ResultTask 相当于MapTask 相当于MapTask 是一个ResultTask 这个先不用管 我们昨天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上次课在给大家讲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是不是给大家 我看 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给大家画个图 那么画这个图 有人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就生成了三个Task 这三个Task 是不是就一种类型 不一定的 你要如果进行一些复杂操络 它不一定生成三个Task 三种类型Task 注意这是三 这不一定生成一种类型Task 你看 现在我们生成Task 是不是就一种类型的Task 什么是一种类型Task 是不是Task和它业务逻辑都相同 只不过是它以后计算的数据不相同吧 比如说现在我要计算的数据 就是读数据 然后把数据进行乘以10 你想有没有必要生成多种类型的Task 没有吧 是不是我的功能 是不是就是把那个数据读过来乘以10 我有没有必要再生成另外一种类型的Task 没有吧 但是它会生成多少个Task 多个Task是取决于你有多少个分区吧 你有多少个分区 是不是就生成多少个Task 那么这个在同一个阶段 这里边又不得不说这个 这个现在说有点太早 因为叫做阶段 那现在说有点太太早 在同一个阶段 它生成的Task 也有逻辑都相同 只不过是它以后处理的数据不同 OK 现在你先简单的简单的了解一下啊 其实 这个Spaq 还有跟我们的Map6 它的思想 都是一样的 什么思想 是不是相当于 我在计算的时候一个人计算比较慢 我是不是搞多个人 一起计算 对不对 好 思想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昨天给大家留的作业 昨天给大家留的作业呢 非常的简单吧 对不对 很多人说不会做 你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 是吧 这个说明我 我教的在失败了 为什么呢 那些算子是不是都给你们讲了 然后让你们写一个最受欢迎的老师 我要你完成一个全局排序 它是不是就是个WorldCounter 是不是就WorldCounter 那有什么不会呢 谁 有人说不会 不会是吧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写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 那你不会呢 第一次原谅你 是吧 下一次就不会再原谅你的 Favorite Teeter 最受欢迎的老师 首先写一个MAN方法 你现在写复杂的程序就不用这 不要在Scarl Scarl里边写了 你写完之后写错了 是不是在那里边改也不方便了 然后它那个结构是不是看起来也比较灵乱 你是不是在这个ID里边写比较好 写错了 你少个括号多括号 那是不是都有提示啊 对不对 VLC等于New一个SparkContext 这个SparkContext必须有一个SparkContext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Conf等于New一个SparkContext 然后这SparkContext必须设置一个APP内幕是不是 现在呢 我是不是想做 调试啊 我现在是不是先要把这个业务功能先写出来 我是不是在本地做一些测试比较方便吧 SiteMaster Local 比如说我要起四个线程 我建议大家在写 用Local模式调试的时候呢 你写多个线程 为什么呢 你有可能写一个线程 这个程序能跑出来 但你写多个线程 这个程序就跑出错了 为什么 你还要注意一下 你在编程的时候 还要注意一下多线程的问题 OK 但是这个多线程现在咱们先不管啊 你先不考虑 这一说内容就多了 但是你现在的知识还没有积累到 现在你有可能想不明白 现在呢咱们慢慢来 S一点 TestPay 是不是告诉他以后从哪里读啊 我说R个是0 那么 我写下注释吧 这个是不是告诉他指定 指定 指定 以后 从 为什么说以后从哪里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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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去读去读去 是不是没触发 他并不会真正读吧 好 那么这个VR 这个叫Lens 好 生成它的变量类型是吧 那这个变量类型自动生成 是不是以前老杨教你们吧 是不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是不是整理数据啊 整理数据 所谓的整理数据 是不是就对数据已经切分的 有人卡到这个地方了 我哪个去 是不是说数据不会切分是吧 真是福了是吧 这里边是不是有点闹 你不会切分怎么办 是不是自己先切一下啊 你不会切分是不是搞一条数据 怎么切不管怎么样你是把它切出来就可以了 那我在这里边我搞一个 我自己随便先搞一个类 叫做test 18 18 我在这里边搞一个闷哼哈 我先切一下 首先我定一个VR 等于就是这个字符块吧 对不对 你想想我现在最关心的要哪些字段 学科吧 还有呢 老师 是不是我就关心这两个字段吧 那怎么切 注意听啊 不注意听后果很严重 烂点18 立特按什么进行切 斜线吧 可不可以 我按斜线进行切可不可以 我按这个斜线切可以吧 那么切完之后他返回的是什么 是不是返回一个 字符块字符啊 我就叫使不利吃 然后接下来我想把这个学科跟老师拿出来 你说应该怎么办 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 0 1 2 3吧 那么我说把2跟3拿出来 VL Subject 等于 施伯利次 施伯利次第几个 第二个是不是 VLT T乘 等于施伯利次 第几个 三个是不是 然后println一下 Subject x 加上 加上 加上T乘 我现在先来看一下 T 加上 好咱们来执行一下 也就是说你先不要着急啊 很多人在 很多人在写的时候第一步还没想明白呢 就想我后边应该怎么搞 你先把它切出来 切出来之后 看看到底 能不能切出来 然后呢 你再 往下 这里边是 这里边是以前我这个程序 有一个错误 这个IDA呢 它可以配置 如果不配置的话 你这 这个项目当中只要有一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它就会报错 哎呦我运行是哪一招 运行错了 哎呀 运行错了 应该运行它 好你会发现我是不是切出来了 那切出来之后我想得到这个学坑你说应该怎么切 在钱是不是在 在4个Lit 对不对 好那 沙巴再次 好我直接在这边写点4个Lit 点 然后要第几个 第0呢 可不可以 好咱们来执行一下 你看用那个点那行吗 嗯 点是不是相当于是我们 正者表事当中的一个特殊的字符吧 要不然呢你是不是应该 转译一下 但是转译呢 是可以的 你用一个中国号是不是 最好啊 好我在这里面 用一个中国号 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中国号的相当于是不是对他进行转译啊 好这里面是郑哲相关的知识啊 OK是不是得到 这个学科跟老师了吧 是不是 比如说我不是这么搞的 用其他的方式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呢先把它切了 然后再切它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咱们来换一个方式 其实你 怎么搞都可以 你如果对这个租签操作比较熟练的话 好接下来你看 我lens 点 last index off last index off last index off 什么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斜线 从后边数 它出现的位置吧 那接下来这个是不是 是一个index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位置吧 好那么接下来 lan 点 sub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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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g呢我是不是从这个 index 来结 这个时候得到的是什么 teacher吧 好然后我println teacher 接下来执行一下 但是 你会发现是不是会多一个 多个斜线啊 那怎么办 一个斜线是不是占一个字符 加1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毛病 这是老师切出来了 那么我如果还想把 我还想把这个学科切出来 那怎么搞 subsg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好比如说现在 vlsubject 这个叫做 host 这个叫 url吧 那你看啊 这个 它是不是一个 url啊 对不对 好 ur 叫做host 代表的一个 域名是不是 那是 lan 点 subsg subsg 这个时候我应该从多少切 从零开始切吧 然后切到多少 index 那么我再打印一下 那么我再打印一下 哎呀 这个情况 好 好 那你会发现我是不是 把这个url都没切了 切了之后 我想把这个 这个域名给 取出来 是吧 我想把这个域名取出来 那怎么搞 啊 我是不是怎么切 我按斜线切 咱点切可不可以 可以 怎么搞都可以 比如说现在呢 我还想 我换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 这个new 一个url 这个你们好像没有用过 是不是 把它给 把这个host传进去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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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是java.net 然后把这个host传进去 .get host 这个是 叫host name吧 它这个主机名吧 然后把这个主机名 这个叫sub好了 这个叫做 sttphost 这个是带sttp协议的这个host 然后我对它进行 new new的url把它包起来 gethost 这个时候它返回什么 是不是只返回 不管它不管这个协议了吧 他是不是只把后边这个域名给取出来了 走 run 你怎么切都行 接下来怎么样 是不是再切 点 split 点吧 然后把 零搞出来 这个是不是就是 sub jacked 是不是 这个是自不串操作啊 那你如果不会 你去找老段 应该因为你们班是 基础课是老段子教的 是吧 好了 这是不是对自不串的一个基本操作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啊 我就比如说我就用刚才我写这个操作 我 可不可以把老师跟学生给拿出来 啊 不管怎么样你把它切出来是不是就可以 要准确是吧 好那整理数据 是不是就对数据进行 处理啊 那处理你想一想 在真正计算的时候 他应该怎么处理 是不是我边读边处理啊 那是不是应该是一行一行的处理 那一行一行的处理 你应该掉哪个方法 你是不是希望他处理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返回一个新的rdd 然后再接着那个rdd 再进行计算吧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小伙伴们 没有问题是不是 好那怎么办 是不是掉第二 掉点 map map什么意思 是不是映射的意思 他是不是告诉他以后 你将里边原来的元素 经过操作之后 是不是生成一个新的rdd 它的功能就是 将原来这个rdd里面对应的这个数据啊 是不是一条一条的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要实现具体的 整理的业务逻辑 你是不是要整理这个数据 那你这个整理是不是有可能千遍万化 我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这个样子 以后别人给你的数据是另外一个样子 是不是 你的切分的右逻辑怎么样 是不是是变化了 那变化怎么办 我是不是写个函数是不是可以了 对不对 好那么这里边就烂 我直接写个匿名函数 那把它一粘进去 把它粘进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ok了 没问题吧 但是你想想这个时候呢 学科跟老师应该怎么办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以后是不是我要求这个学科下面的这个老师被 访问了多少次吧 是不是 对不对 那么 我们是不是刚开始 刚开始求了一个什么 求了一个 我留了第一条题 是不是哪一个老师最受欢迎吧 其实是不是不用求这个学科 不用求学科 然后怎么办 是不是将 老师跟一组合在一起吧 老师跟一组合在一起吧 teacher and one 是吧 你会发现这是不是就是一个word count 点 reduce by key 然后 reduce 是吧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这个是聚合 我写一下啊 聚合 你明天再写不出来作业 我就没法原谅你 接下来是 盘序吧 怎么盘序 reduce的点 r燒他 by 消限 点 效应2 是不是按照他 顺序的从高到低吧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把结果 是不是除fax 执行计算 好 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结果 计算好写到文件里面 你也可以把这个结果怎么样 搜集一下看一下打印一下吧 好我们现在先进行一个简单打印 这个打印的在我们做测试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在真正的这个开发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把它的结果保存起来 是吧 比如说保存在文件系统里面 保存到mySQL里面 保存到reddit里面 保存到 什么sbase那种 是不是 好那接下来 我们这里边调save collect collect它返回的是什么 collect它返回的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返回的是一个速度啊 collect因为你的数据是不是有可能很大 它是分散在多谈机器上吧 collect是不是把e-scouter里面计算好的数据收集到 抓住端吧 那抓住端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东西来装计算好的数据 用什么来装 是不是用抓住端的一个数据来装啊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我想怎么样 打印一下 打印 比如如果求前三 那其实我直接我不掉collect 我叫take 因为我已经排好去了吧 我是不是take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现在我全打印出来 我本来也没有多少数据是不是 那 我直接result 2 to buffer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数据变成 re-buffer 要不然你直接打印这个数据 它显示的是不是哈里扣子值啊 好那么是println 稍微论 哎呀这个太简单了是不是 简直是侮辱我的智商 为什么这个咱们写不处看看是不是写了N边了 很多同学说不会写啊 你好意思说 你这个头 哎呦,挖了个去,这是宿主下边要越界是吧,为什么宿主下边要越界,是不是没穿X,那怎么办,我是不是穿一个X,那这个参数呢,我搞一个参数,搞个数据,数据在,我把它放在这个目录下面吧,桌面下, 然后这是我桌面对应的这个路径,存餐,叫T车点log吧,好,点apply,点ok,然后再执行一下, 我是不是要求整个这个网站里面最受欢迎的老师,其实是不是就是个沃尔汉堂,只不过这里边加了什么逻辑,切分数据的逻辑吧, 你原来切分单词用空格来切,现在呢变成什么下滑的斜线点了就不会切了,是因为太简单不愿意做吧,是不是,对吧,好像是因为太简单,是吧,好,那么这个小例子是不是写完了, 请不吝点赞,放 says,